导独 在影视剧雍正王朝的演绎中 康熙朝晚期出现的九子夺狄事件 被演绎成了权术之争 智慧对决 在这场关乎皇位传承 更关乎生死结局的夺狄之争中 党与势力的强大与否 并非取胜关键 是不是能够出色完成交付差事 更非征得康熙圣宠的根本原因 从康熙皇帝选择皇四子应征的原因说明 尖刚不可夺其之来看 脾性秉性 处事原则似乎才是其选择皇位继承人的重要依据 但作为演绎清朝历史的影视剧作 雍正王朝似乎刻意忽略了后宫妃平 皇子生母在皇位争夺事件中的巨大影响 可在一举新太子以后 皇四子应征主动推举非太子应仁和前亲门前手抓刀刃的举动 很明显已经征服了康熙皇帝 而此时的康熙皇帝下令进封应征生母得妃为皇贵妃的命令 又向世人表明了生母未分对皇子夺嫡的关键性 其实历史上的九子夺嫡事件 看似全谋手段高深莫测 政治攻击你来我往 但实际上 夺嫡皇子的成功关键就在于雍正王朝并未予以明确演绎的生母影响 说到底九子夺嫡就是拥有同一个爹的夺嫡皇子们 全力拼凉的朝堂争斗 在参与皇位争夺的九位皇子中 太子应仁乃希康熙皇帝原配嫡后 孝常人皇后贺舍礼师所出 皇十子应额乃希温希贵妃扭呼噜时所出 皇长子应提 皇三子应指 皇四子应真 皇九子应堂 皇十四子应提 乃希康熙四妃所出 皇八子应四乃希令妃卫士所出 唯独一个在九子夺嫡事件中并未有过明确表现的皇十三子应祥 生母位分最低 在九位皇子组成的五大夺嫡集团中 皇长子应提 皇太子应仁 皇三子应指 皇四子应真均拥有着非位及以上高等非评乃至中宫皇后生母 就连被康熙皇帝斥为贤者库建父所生的皇八子应四 也有着皇九子应堂 皇十子应额和皇十四子应提 这三位出身高贵的皇子之称 将其身份大幅度提高 由此可见 夺嫡皇子均拥有着较高出身 并非偶然 生母位分对夺嫡皇子的积极影响 也绝非一笔带过的所在 那么 生母后宫位分对夺嫡皇子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呢 是不是真的决定了康熙皇权的最终归宿呢 本文就从清朝的后宫制度出发 结合康熙后宫的具体情况 对这一问题一谈究竟 独特的康熙后宫 根据青史稿列传一后妃的记载 康熙以后 典至大背 皇后居中宫 皇贵妃一 贵妃二 妃四 贫六 贵人 常在 答应吴定数 分居东 西 十二宫 诸宫皆有宫女子 宫使令 也就是说 直到康熙皇帝在位期间 清朝才逐渐形成被后室言用之尊卑分明 等级森严的后宫妃嫔禁封制度 除此之外 已然统一了中原地区 建立稳固政权的康熙朝时期 开始逐步利用后宫妃嫔的晋升 废处来控制前朝势力分布 以达到进一步稳固皇权的根本目的 有鉴于此 后宫妃嫔等级制度 就成为了康熙皇帝手中重要的集权工具 同时也成为康熙皇帝必须考虑的皇位传承因素 但随着孝成人皇后 孝召人皇后和孝义人皇后的接连崩式 让康熙皇帝一度怀疑自己有着客后嫌疑 这一点在康熙皇帝禁封同家视为皇后的命令中 有着明确体现 清十路圣祖十路有载 前者九卿诸臣屡以策立中宫上寝 振兴少有思维 千言未许 有鉴于此 用丰厚巨宠对同家室予以冲喜和安慰以后 康熙皇帝在不利后 甚至连摄六宫室的皇贵妃也不再谨慎 从同家室崩室的康熙二十八年到康熙三十三年 康熙后宫的最高位分只是贵妃 也就是皇十子印娥的生母温熙贵妃扭护路氏 康熙三十三年 温熙贵妃扭护路氏轰氏后 康熙皇帝连贵妃也不再谨慌 以四妃 惠妃纳拉氏 一妃郭罗罗氏 德妃乌雅氏 荣妃马家氏同领后宫 有轻一招 以妃为主氏后宫 仅出现于康熙一招 在皇后 皇贵妃 贵妃都不存在的康熙四十七年 拥有妃为生母的庶出皇子面临着更为公平 甚至更有利于己的夺嫡形式 再加上康熙皇帝对诸位皇子几乎毫无分别的系统 强势教育 让诸位皇子从根本上站在了同一起点 能够摒弃敌术之别而勇敢地向皇位进攻 也就是说 康熙皇帝顾特的后宫形式 为康熙四十七年的夺嫡之争 奠定了形成基础 清定大清会典中的康熙后妃 从外戚势力 看生母对夺嫡皇子的双面影响 既然生母为夺嫡皇子们创设了一个较为公平的夺嫡形式 剩下的就要看生母所在的母家能为夺嫡皇子带来多大的朝野势力 而且 这种由外戚势力带来的夺嫡影响并非都是积极影响 还有着或者致命的负面影响 一 外戚势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典型皇长子印体和皇太子印人之间的对决 早在九子夺嫡事件出现之前 皇长子印体和皇太子印人这两位占据先天性继位优势的皇子 就展开过一场依仗外戚势力进行的夺嫡之争 康熙朝中期满洲大臣以权位相上者 为索额图 明珠 一时气势熏着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索额图和纳兰明珠这两位猛虎 同居内阁 位列辅国 势必会形成争斗之势 结党对抗成为必然 作为皇太子印人的书外公 索额图对于印人的支持自然是不遗余力 而同样作为皇长子印体书外公的纳兰明珠 也自然会站在自己外孙一边 与索额图对抗 索额图巨兆 正如清代著名清官郭秀对纳兰明珠的评价一样 位高权重的纳兰明珠虽然为人谦和 乐善好施 善于拉拢朝中兴静 但其政敌们却柔言甘语 百计款曲 而阴行致害 一毒谋险 再加上其卖官欲绝 贪污纳会的恶习 让其未经索额图出手 就早早地败在了御史严官的弹劾声中 纳兰明珠倒台以后 皇长子印体虽然顿时依靠 但其对皇位的寄觎之心 仍然未灭 直到康熙47年的总爆发 而原本对索额党争持中庸态度的康熙皇帝 在纳兰明珠倒台以后 开始对一家独大的索额图逐渐不满 尤其在康熙40年以后 康熙皇帝对太子印人逐渐不满的时期 以索额图为代表的外戚势力 仍然极力维护印人的皇储位置 甚至密谋让太子印人提前继位的计划 面对这实实在在的皇权威胁 康熙皇帝在将索额图评价为 本朝第一罪人也以后 将其处死 毫无疑问 拥有当朝相国这等强大到没编的外戚势力 自然会给夺敌皇子大大加分 但如果这种外戚势力强大到威胁康熙皇权 引起康熙皇帝忌惮的时候 这种外戚反而会对夺敌皇子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就整个九子夺敌事件来看 皇长子印提和皇太子印人的最终失败 和当初的索额之争有着极大的关系 二 外戚势力的成功案例强大到没边的八业党 在九位皇子组成的五大夺敌势力集团中 以皇八子印刺为首的八业党 党与众多 势力强大 远非其他夺敌集团能及 皇八子印刺的生母梁飞卫士 乃系满洲郑黄其包衣出身 其父阿布奈也只是一个郑无品的包衣头目 几乎不能为其提供任何的朝野势力支撑 当然 如果仅凭贤明远播 皇八子印刺也绝不会拒拢如此强大的朝野势力 那么 八业党的众多党羽到底来自哪里 别忘了皇八子印刺的坚定追随者 皇九子印唐 皇十子印额和皇十四子印提 青史稿列传七 诸王六对皇八子印刺的追随者 有过较为明确的列举 除了上述三位皇子外 还有诸如满洲勋贵家族的代表人物 予以明确的政治站位 我们已被雍正皇帝评价为 不辰不地 抱汉贪雍的纽护路阿玲阿为代表 作出具体说明 阿玲阿 出身势力强大的纽护路是家族 乃兮孝招人皇后的弟弟 孝工人皇后的妹夫 也就是说 他是皇十子印额的亲舅舅 皇十四子印提的亲姨夫 由此足以证明外戚势力 对八业党势力组成的积极影响 被康熙皇帝评价为 新者库建父所生母一 威贱仪别举的皇八子印刺 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党与势力 甚至一度无限靠近皇储位置 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 其一父皇子的外戚势力 三 康熙皇帝对于外戚势力的双面考虑 对于康熙皇帝而言 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过程中 外戚势力也是一个 绝对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 同样 这种考虑也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 拥有强大的外戚势力 对于新朝的皇权稳固 朝局稳定有着一定积极影响 二 强大的外戚势力 同样有着外戚专政 威胁皇权的巨大风险 可令人颇感巧合的是 五大皇子夺狄势力的首脑人物 都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 那就是经过康熙皇帝的 用心控制和打压 皇长子印提生母 惠妃所在的那拉氏家族 皇太子印人生母 孝成人皇后所在的 赫舍里氏家族 皇三子印之生母 荣妃所在的马家氏家族 皇四子印真生母 德妃所在的乌亚氏家族 和皇八子印死生母 良妃所在的魏氏家族 已经几无朝野势力可言 也就是说 外戚势力 这个对夺狄结果 有着直接影响的因素 被康熙皇帝刻意磨灭了 如此一来 也只剩下养母的巨大影响了 印真 印提生母乌亚氏巨兆 皇室保养制度 对皇四子印真夺狄胜利的 正面影响 作为清朝最为高产的帝王 康熙皇帝一生共生育了 三十五位皇子 二十位公主 共计五十五位皇嗣 但这些皇嗣的存活率 却并不高 康熙皇帝的前十位皇子中 仅有三位得以存活 存活概率只有30% 这不得不让康熙皇帝 对后续皇嗣 有着抚养方式的积极改变 第五位皇子 也是叙齿中的皇长子 印提出生以后 即被送往宫外抚养 并平安存活的成功案例 让康熙皇帝看到了 非生母抚养 可提高皇子存活率的希望 于是就有了镇之珠子 多令人饰养的现象 再加上清朝后宫平位以下 低等非平 不具备抚养亲生子次权力的 非人性规定 让这五位夺敌首脑 几乎都有了被生母抚养的经历 根据青十路圣祖十路的记载 皇长子印提 曾经养于内务府总管达禄处 皇三子印旨 曾经养于内大臣处而祭处 而皇四子印针 因为齐母乌雅氏出身低微 位分不高 年龄过小 先是维四阿哥 镇亲抚育一段时间后 转交给当时的贵妃 童家式抚养 而皇八子印四 也因为和皇四子印针 几乎相同的原因 被惠妃纳拉式抚养 皇太子印仍因其母难产崩事 而被康熙皇帝亲自抚养 属特殊情况 相比较而言 皇四子印针 即为保养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也是因保养制度的积极影响 直接走向皇位的最终胜利者 因为被童家式抚养的经历 皇四子印针成为了龙科多的外省 因为龙科多在康熙皇帝 驾崩后的鼎力相助 才有了皇四子印针 成功登上皇位的历史 在雍正皇帝所成的大义决迷路中 雍正皇帝如此描述过龙科多 在康庸皇权更迭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康熙61年11月13日 皇考召镇于斋所 镇末至畅川原之先 皇考命成亲王云旨 阿奇纳 塞斯黑 允 龚允 以亲王允祥 原任礼藩院尚书龙科多 置于踏前 预约 皇四子人品贵重 身孝镇宫 必能克成大统 急镇持至龙科多乃数皇考一诏 镇文之惊痛 皆曝于地 成亲王等向镇叩首 劝镇节哀 镇使强起办理大事 也就是说 皇四子印针接过康熙皇权 仅仅是听从了龙科多的口传一诏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 时任九门提督的龙科多 因为手握三万多金石警卫武力 几乎可以直接指定皇位继承人 而龙科多之所以选择皇四子印针 继承大位 一部分原因是遵循康熙一诏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他和皇四子印针之间的特殊关系 拼凉不成的皇四子印针 凭借着养母的积极影响 到底取得了夺敌胜利 成就了一代帝业 后继 在九子夺敌事件的整个过程中 夺敌皇子之间的权谋争斗 新术对决固然对夺敌结果 起到了部分影响 但实际上 生母乃至养母的后宫未分 外戚势力才是真正决定 夺敌胜败的关键性因素 由生母乌雅士提供夺敌机会的皇四子印针 凭借着养母同家世带来的外戚势力 结果康熙皇权的成功案例 就足以说明 这场所谓的朝堂争夺 只是一场拼娘之争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st 7 9